这个是充电室的 也是一个新能源的设备 那它可以做到 这个我们一个没有人操作 我们给它设置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让它进行自动寻航 每天可以充一次电 可以工作八个小时 船在保洁过程当中 可以打扰一些水草 空前水平 水上的漂浮了树叶跟垃圾 大大的提高了一个效率 我们又能把这个功能给解放出来 然后的话还能提高一个安全性能